台中警方获报担任犯毒集团首脑的27岁 庄庄姓主嫌冒用大陆窜红的素人 潘州丹民意招揽客人 一有订单就将毒品交付给旗下的三人运送 嫌犯以为在密闭的电梯之内 拿毒给小蜜蜂不会被发现 是不是过程全被投上的监视器给录下 那台中新大警方先是逮捕28岁运毒的小蜜蜂 陈姓男子在巡线网上查出庄姓助嫌和其他共犯 那在车子和住家搜出毒品咖啡包508包 K他命20包以及分装袋等脏证物 带你来听警方怎么说 该贩毒集团相当狡猾 利用社区的电梯作为毒品转手的地点 再将毒品交给其旗下的成员贩卖 其中主嫌将昵称改为大陆网红 潘州丹作为贩毒联络使用 以逃避警方的追气 经过警方寻线调查 瓦解整个贩毒集团组织 好警方表示嫌犯交付毒品 选在自家社区的电梯之内 趁着电梯开门之际 也将手上的毒品交给小蜜蜂 一度让警方误以为双方只是碰巧搭电梯 并不认识 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 犯行全被监视器给录下 那警方也呼吁了 现在证实学校放寒假 新兴毒品咖啡包成分复杂 混入多种毒品 可能导致身体不良反应 严重甚至会送命 家长也要多加留意家里孩子的动态 像是家中发现来源包装不明的咖啡包 以及茶包等等 都要尽快跟警方来联系